这栋两层楼的木造房屋朝着隔壁住宅方向倾斜 清洁人员正忙着善后 在暴雨不断冲刷下 部分路面坍塌 停放在道路下方的车子 也因为地层滑动而歪斜 差点就掉落到山坡下 从上星期五开始 纽西兰北岛大城奥克兰 遭到史无前例的暴雨侵袭 短短15小时内就降下了75%的夏季总降雨量 期间雨势虽然一度趋缓 不过周末又降下好大雨 据纽西兰水资源与大气研究所的推文 奥克兰这个月的降雨量 已经达到往年年降雨量的40% 是以往一月平均雨量的8倍 净人的雨势导致洪水土是流不断 几乎全奥克兰都泡在水里 还造成数人死亡 奥克兰市长布朗已经在27号 宣布全市进入紧急状态 至今还没有解除 除了奥克兰 北岛部分地区的降雨警报 也从橙色提升到红色 当地相关单位特别警告民众 如果没有必要千万不要出门 必要大家做好迎接大水的准备 华人新闻综合报道